当前几天我看了一个博主的视频 他讲述了自己在美国摆地摊的生活 这引发了一些网友的质疑 认为他为什么不去上学拿个文凭 然后找个朝九晚五的工作批评他的思想有问题 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在美国职业不分贵贱 无论做什么都需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 我并不是鼓励一个人不去学习 因为学习可以带来更多的阅历和机会 但是这并不直接关联到生活的快乐与满足 如果一个人认为在摆地摊这种 工作中能够找到快乐和收入 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朝九晚五的办公室工作 是否真的是人人羡慕的呢 外表光鲜亮丽的工作实际上可能平淡无奇 而且即使你做得再好或再差 也不一定能得到他人的认可 反而可能会面对批评和质疑 以我自己在美国的经验来说 我曾在政府工作中工作了三年 这在华人社群中被认为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待遇和福利都相对不错 但是其中的艰辛和挑战只有自己能够理解 反而在我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后 当我得到他人的认可时 我才感到更加快乐和有成就感 因此 我认为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不是错的 生活就是要追求自己的兴趣和快乐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所有人都会认同你 但肯定会有人欣赏你的选择和努力 所以我鼓励每个人勇敢地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因为生活中快乐和满足才是最重要的 我认为自己想做自己的兴趣和努力 我认为自己想做自己的兴趣和努力